嗨 我是寶可夢 我們現在在台北金融站 這裡面有非常多有趣的金融攤位 趕快往裡面走吧 大水花 雙錢小旅行 尤其是中國金融這邊有兩樣子 一個就是它有蟲蟲蟲 所以如果你小毛海的話 這邊其實你可以來看一下 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它這邊有這個所謂的 NFC號跟Apple合作的 如果你提完錢之後呢 你可以把你的Coupon券 把它存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的Apple Wallet就可以把它打開來使用 我覺得這也是蠻方便的 我們往裡面看 這邊有辦卡 我覺得華航卡可以啦 因為現在華航卡也是我的處理卡 所以如果大家要辦的話 不要辦LinePay 但是你可以辦華航打吧 這個新一代的電源機板 其實還蠻方便 因為它就像我們手機時事的 這個操作方式 非常的直循化 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 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樣 甚至它的這個APM提款 提款 提款這不是有蜂券嗎 蜂券也是可以直接在LINE而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進步的 它這邊有14個攤位 你在這14個攤位解完任務之後呢 你可以取得點數 有一定的點數 就可以來這邊換瓶乾囉 所以還不錯 所以還不錯 Ideo耶 這個是大家都覺得很可愛的 數位帳戶 他們也有來參加的 趕快來看一下它 到底有什麼東西 它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它有4個關卡 那你4個關卡都闖完之後呢 就可以來這邊領飲料囉 它這裡人真的超多的耶 我看大家真的是超喜歡這個地方 這裡是存錢 所以這邊應該是 讓你使用夢想存錢計畫 把錢存進去 成功就可以存點數 這裡的話呢 應該是貸款 愛數貸 看起來就知道是貸款的部分 所以你在這邊也是體驗一下 如果完成任務 一樣可以取得點數喔 第三個部分呢 應該是新轉 像我自己本身的新轉儲存道 就是第一銀行啦 所以呢 我用來這個 使用這個東西的話 就會非常有感覺 所以這也是大家 可以去存關節任務的地方 最後的一個關卡呢 就是智能理財 它叫做愛理財 也是一樣喔 就是 你只要完成一些 理財任務的部分 你也可以取得 最後的一個點數 所以取得4個點數 就可以去換飲料囉 現在來到玉山的這個 會談 它這次推出來了 最早是P-Pinko P-Pinko的話呢 我稍微熟問一下 他們說 這算是一個 所謂的數位平臺的概念 所以他們不會有 額外的A-B-D 但是呢 他會整個這邊做 數位上的外匯 然後是Pinko 甚至你要貸款的上面都沒有賺到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一個蠻創新的概念 因為它是整個在優惠的品牌上面 看不到一個實體的東西 甚至會不會有秘密口信用卡都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很勃勃地期待一下 到底他們2021年會拿出一些什麼畫面的保險 SMY欸 這個SMY啊其實也是華南銀行最新推出來的 這個數位項目的品牌啦 它之前啊一直被我靠杯 就是他們都沒有那個APP 但他們現在已經推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我現在網路上有在做推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一看 坎大赫拉里銘卡我也有 這個很可愛 就這個啊 這個哇是他們的非常頂級的系統牌 對 那個是你要放300萬以上值得的 可能都放得下 阿赫拉在這裡 非常的可愛